我有精神病 被关起来治疗了三年 好不容易才出院 结果出门就碰见一个破口大骂的发疯大骂 连个蛋都吓不出来 我儿子那么优秀 找十个对象都是应该的 我一听就不乐意了 我一个都没有 他找十个 为之全貌不予置评 以之全貌立即执行 所以我走上去 给了他一个大尔巴子 但是后来 他们竟然都叫我人间判官 我有重度的躁郁症 今天才出院 我费了三年时间 才把体库备完 考得全是一些我搞不懂的东西 凭什么踩到别人得说对不起 为什么不能 是我砍死你 凭什么打了别人要赔钱 杀了不就不用赔了 我考完脑子 半天都没缓过进来 就听见路边 一道骂骂咧咧的声音 循着声音 我忽视头上的红灯走过去 路口不少司机 因为我的举动急刹车 几辆车好像接连追尾了 我别别嘴 这些人真是够纯的 开车都不会看路 声音越来越近了 你个没用的东西 赔钱的贱货 真是天要往我里加油 取进门一个儿媳妇 三年连个蛋都下不出来 老太婆一屁股坐在地上 用力地拍自己的大腿 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 我左看右看 正准备上去 替他给他儿媳妇一耳光 就听见他儿媳妇开口 妈 这生不出来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 李峰他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 孩子都两岁了 说着 他流下了眼泪 看见他哭的样子 我愣住了 我妈离开我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表情 下一秒 那老太婆一巴掌 打在他脸上 那还不是你没用 不然我儿子 用去外面找女人吗 家里娶了 你这么个赔钱的贱货 我儿子那么优秀 他找十个都不过分 什么 我一个都没有 他还要找十个 当场 我就不乐意了 走上去蓄力 狠狠甩了那老太婆一巴掌 周围传来一阵阵吸气声 他儿媳妇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我歪着头看他 路人都给我竖起大拇指 这什么意思 啼库里没交啊 让我杀了他的意思 那老太婆反应过来 一把扯起他儿媳妇的头发 你是死的吗 他打我 你不知道还手吗 我要你到底有什么用 看见他委屈的表情 我浑身的气血都在上冲 脑子里嗡嗡作响 耳边不断回响着一个声音 杀了他 杀了他 我双眼心红起来 一脸愤懑的表情 本就不多的理智 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 我不停地劝自己 不可以不可以 医生说 杀人犯法 杀人犯法 可是 转头我又疑惑起来 网上不是说 这种人叫畜生吗 杀畜生也犯法吗 那老太婆见他儿媳妇没有动 自己起身 连屁股上的土都顾不上拍 就直直冲着我过来 啪 我在所有人面前 又给了他一巴掌 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反方向又抽了他一次 两声后 周围落针可闻 他疯狂地捧着自己的脸 叫喊起来 这有个疯子 我 嘿嘿 的笑了一声 我不是疯子 我只是刚从精神病院出来 说完 我指了指身后的精神诊疗中心 他脸上的表情更惊恐了 我知道 大家都对我们精神病有偏见 可是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只是会杀人而已 一旁处理刚刚追尾事故的交警赶过来 老太婆一看见警察 眼睛都冒光了 激动地站在警察身后 一手指着我 就是这个疯子 他刚刚打我 说完还露出自己红肿起来的脸颊 警察叹了口气 你们私下调解吧 他手插着腰 神气起来 赔钱 今天没有一万块 你就别想走 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为什么要走 大家让我杀了他 我还没杀呢 他见我没想赔钱 立刻拧起五官 用尖锐苍老的声音骂我 你今天不给钱 就别想离开这 少一分钱 法院见 我 嘿嘿 医生 当着所有人的面 快步走出了人群 又从别人让出的路走进去 出来进去 出来进去 我就是不给 我就是能走 你气不气 他气得憋红了脸 长满茧子的老手 一把抓住自己儿媳妇的胳膊 你还不滚过去 给我把人拉住 我笑着走近他 呸 一口口水吐在他脸上 老东西 我就没想走 啊 我要打死你 他有些失去了理智 想朝我冲过来 我心下一喜 他终于从警察身后站出来了 一声说穿警服的人 我不能打 下一秒 他就被我一脚踹进了街边的绿花袋里 周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骄傲地仰起头 他们果然是想让我杀了他 见我没钱 又是个精神病 老太婆骂骂咧咧地放了狠话 说要让他儿子替他报仇 我怕他儿子找不到我 特意跟着他走了一路 可是不知道 他怎么半路打车 不讲武德 我追不上 自己在街边的小巷子里 找便宜的店准备吃饭时 门口的椅子被人踹翻了 一个花壁男人 手上拿着铁棍走到我跟前 就是你欺负我妈 我嘴里的面条还没嚼 就被他一巴掌扇地吐在地上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地上的粮食 原来这是老畜生生下的小畜生 医生说不能浪费粮食 那我杀了他 不就没人浪费了吗 不等我反应过来 他一把掐住我的脖梗 按在桌子上 他奶奶的 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敢欺负我老母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找这么偏的地方 连个监控都没有 专门往你爷爷我枪口上撞是吧 今天爷爷就让你后悔 来到这世上 他说了好几句 我只听见 没监控 医生说 现在到处都有监控 杀人会被抓走 那我在没监控的地方杀人 不就没事了 我脸上浮起笑意 开张了开张了 我一手扳起自己屁股底下的凳子 朝他头上狠狠一砸 一声结结实实的闷响 腥红的血液顺着他的头发 滴落在我脸上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 一口吐在他脸上 他彻底愣住了 铁棍举起在空中 再也没有前进 因为我又一次举起了凳子 蓄力朝他砸了过去 眼看着他脸上的狠色 变成惊恐 我却越来越兴奋了 嗜血的因子被唤醒 在我血液里流淌 我能感受到 自己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都欢欣雀悦 在我凳子落下的前一秒 他把铁棍横在了自己的头上 挡住了致命的一击 凳子的鱼力 震得他虎口有些开裂 我气得喘起粗气 这都杀不死他 没事 医生说跪在坚持 虽然后面跟的话 好像是治疗 但别管坚持什么 坚持就对了 于是我再次蓄力准备 又一次送他致命一击 他脸都下白了 可他就是下沉彩虹糖 我也不能放过他 于是我拿着凳子 追了他三条件 周围小店的 老板下的店门都关了 那逃命的男人 恨不能长出第四条腿来 有胆大的路人 偷偷报了警 警察将我们都带走了 听完事情的过程 他无语地按了按 自己的太阳穴 这点小事 至于吗 还拿起铁棍了 你不知道 这是管制物品吗 我乖巧的点头 就是 吓得我面都不敢吃了 警察一个没做文 差点摔到地上 你也别谦虚 你们不相上下 我晚去一会 怕是只能给他收尸了 我无辜地眨巴眨巴眼睛 我学了可多分尸的办法 还没试过呢 医生说了 不麻烦警察是一种美德 虽然我没道德 但很有美德 那男的还在拍自己的心口 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警察先生 要不是您及时赶到 我这条命就没了呀 我皱眉看了看他的花壁 这纹身跟着他真是糟蹋了 下次把他的皮接下来 贴我胳膊上 那得多酷啊 警察说 我们这点小事 写个检查 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就可以走人了 我文言干脆地摇摇头 医生说了 不能说谎 我想杀了他 我眼底一片真挚 神仙见了 都得说一句实诚 警察张大了嘴 你开什么玩笑 杀人是要坐牢的 我不用啊 我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 医生没说 但是我从网上查了 精神病杀人 可以不承担责任 警察听完一脸的肃然 认真地问了我的个人信息 开始在公民系统查询起来 不一会就拧紧了眉头 然后拿出了他的手机 照着屏幕上拨了的号码 我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是我的医生 你们怎么能放他出院 他明明还没痊愈 不知道医生说了什么 半个小时候 我就在警局里看见了他 他一脸憔念了的表情 埋怨的眼神 落在花壁男身上 男人被看得一脸莫名其妙 你是不是闲命长 你好端端地惹他干什么吗 说了一句 似乎还不解气 他直接搬来一把椅子坐下 开始将我的战绩娓娓道来 因为地铁上 有人不给孕妇让坐 他就把那人打了个半死 去警局的路上 看见有车不让过斑马县的老人 冲下去把别人车砸了 玻璃差点飞进主家的眼睛里 听见警察聊天说 他们加班太久 差点冲出局子 把人家领导给吃了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一旁的警察 眼泪都浸在了眼眶里 意识到不妥才擦了一把 花壁男眼脚抽搐不断 这 这都不用坐牢 他后面有人 不是 因为他当时13岁 那男人一脸惊恐的倒吸凉气 警察眼神 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就算 他也不适合出院吧 你们就这么放出来了 医生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 像是在看一个白痴 三万道蹄库 他都被下来了 达完成绩比我还高 我能不放人 花壁男手机从手里滑落 砸在地上 屏幕上是搜索的精神病杀人案例 没有一个被判刑的 他头上的冷汗 滴落在地上 两分钟后 我开口道 打完了 警局里的网 实在太差了 真想把这个修建网络的人杀了 测评的结果显示 我是个没有任何暴力倾向的打好人 尊老爱幼 花壁地瞪大了眼 张大了嘴巴 开什么玩笑 我眯起眼冲他笑了笑 这成绩比我在院里考得还差了些呢 警察也吞了口口水 他真是正常人 医生把笔记本拿起来 展示在他面前 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如假包换 如果医生没有在说完这句话后 脚步匆匆地离开 就更可信了 他走前只留下一句 没事别联系了 有事更别联系 说完 他像是刚刚想起什么 向后退了两步 拍了拍花壁的肩膀 祝你好运 自求多福 花壁男一脸 几乎要哭出来的表情 急忙双手抱拳 向我认错 大哥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肚里能撑传 就放过我吧 我知道错了 我撇撇嘴 没意思 下一秒 我开口道 那你让我杀了你妈 他满眼金句交加 我笑了 跟你开玩笑的 把你老婆给我 他刚松下来的一口气 立马又吸了回去 逗你完呢 我脸上的笑意更大了 他吼解滚动 咽了一口口水 只能陪笑 警察让我们俩写检查 他却非要自己替我写 于是经过我的口述 他就在纸上写了一句 保证以后不伤人 不伤人 没说不能杀人 底下 还得签字画鸭 像古代的卖身器一样 我眼里全是笔 这东西 就能约束我的道德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的一盘瓜子都磕完了 他的检查还没写完 真看不出这花壁大哥的文采 如此之好 几张纸都写不完 他肚子里的墨水 后来 我想了想 可能是因为 写字不能杀人 不然我也文采超拙 写完检查地交上去 不到十分钟 他就没了人影 生怕晚一秒被我逮到 可惜一点用都没有 他忘了 他那个大嘴巴的老太婆妈妈 早就在骂人的时候 把他家的住址说出来了 我喜滋滋的去农药店 买滴滴味 老板竟然不肯卖给我 他说 我看起来不像得重地的 而且 这玩意 现在禁止销售了 我气冲冲地出了他的店 转身往厨具店走去 因为我的衣服上 滴了几滴血 差点又被保安带走报警 我不就是想杀两个人吗 为什么这么难 有没有人管管了 我拿着手里 买到的唯一一把水果刀 无奈地拨通了医生的电话 老王 给我开几瓶药 他声音惊恐地 都拔高了几个声调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呀 就杀两个人 不多 就两个而已 他崩溃地冲着电话大叫 这是几个人的问题吗 你不能杀人 杀人被抓住是犯法的 是会被判刑的 我歪头反问 那我不被抓住不就行了吗 我记得 你说我杀人不会被判刑的呀 听筒里传来一声闷响 好像是他一手拍在了自己脑门上 你逃不掉的 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 我笑着和他道谢 没事 谢谢 我不用高科技杀人 刀合药就挺好用的 医生 你果然是个好人 还提醒我用高科技 片刻 对面传来声音 我累了 再见 爱别挂 不是医生你说 凡是坚持 就会有好的结果吗 就算我用的不是高科技 只要我坚持 一定能杀了他们的 够了 我说够了 医生果然是个好人 经过他的提醒 我才发现 现在不比以前了 到处都是摄像头 白白看了那么多杀人的手法 现在用不上 我这块金子发个光 怎么这么难 但我的优点 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于是我毅然决然地 在他们家对面 租了一间房子 每天就趴在猫眼上 看他们几点出门 几点回家 很快就摸清了规律 也看见了那个老太婆 欺负而媳妇的美一幕 在外人面前 毫不遮掩地掀起他的长裙 质问他为什么底下不穿裤子 是不是就想给别的男人看 辱骂他是个当妇 而他的老公 那个花碧男 更是光明正大的 把自己的情人领回了家里 甚至还指使 他给一家子端茶送水 让他给自己带回去的情人让位置 疼床铺 无数次 我都忍不住想冲上去 狠狠捅他几刀 每当这时候 我都劝自己 慢慢来 时间还长 杀他们之前先折磨他们 才是最有意思的 这是心理学上说的 我亲眼看着那个老太婆 把外卖小哥送的别人餐偷走 打开后 往里面吐了两口 又合上袋子放回去 在没有监控的角落里 用和我手上一样的这把水果刀 扎破那些车辆的轮胎 将共享单车 搬回自己的房子 用油漆刷过一遍 砸了锁后卖出去 而媳妇一旦出手阻止 就会换来一个结实的巴掌 花碧男回来 听完老太婆的哭诉 又会在他脸的另一边 山翼耳光 我越看越觉得 自己真是个好人啊 我只是想杀人而已 可他们是在害人啊 于是我开始了跟踪 不过也不算跟踪 毕竟我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了老太婆面前 那时 她正提着从超市 抢来的一肚子菜 坐公交车 车在过桥 因为一个年轻人 不给她让座 她一口陈年老谈吐 在别人脸上 我走上去看了看 大哭的女生 和熟悉的老太婆 一把抢过她手里的菜 顺着窗户 大力扔进了路过的河里 她一脸怒意地转身 表情在看见我的一瞬间 凝固在脸上 转而言底闪过惊慌 左右看了看 车里挤满了人 于是她态度重新横了起来 又是你个神经病 我听她说完 又打了她一巴掌 力气之大 震得我手都在发麻 她失去理智 一般地疯狂抡着胳膊 朝我靠近 我兴奋地睁大了眼 静静等待她打上我的那刻 只要她碰到我 我就是正当防卫了 蹄库里说我可以正当防卫 这样不算我的责任 可是她手马上挨到我的前一秒 她逃开了 尖叫着朝人群里挤去 我只能又松开兜里的水果刀 这老太婆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但我不能放弃啊 于是我接着走近她 看着她裙摆下裸露的脚踝 讥讽道 你裙子底下 为什么不穿裤子 你是不是想让别的男人看 你要不要脸啊老东西 她脸黑一阵红一阵的 精彩极了 周围的人有些疑惑 我接着开口 你不是都和你儿媳妇这么说的吗 怎么自己不做到啊 她又骂我是个神经病 但我很高兴 她认识我了 希望下次她认识的是我的梦想 杀人 老太婆当场就全身抽搐 口吐白沫了 瞧把她高兴的都一手溜一手气了 不过我的目的是折磨他们 不能让他们太高兴 所以我这次换了个目标 她的儿子 我在无人的角落 用自己的水果刀 划破她的轮胎 又在她的车身上 划出刺耳的声音 留下一幅优美的画卷 听见她惊喜的尖叫声 我就知道 我这个见面里送对了 老太婆经常这样 想来 这应该就是他们之间 流行的打招呼的方式吧 我经常看见 她拿红油漆 在别人家门口写字 所以我特意去买了一桶 把整桶都倒在了 她新修复好的车身上 还不忘把玻璃砸了 给她个惊喜 驾驶室里放了巨型的蜘蛛 南美的蜥蜴 剧毒的眼镜蛇 我看她这么坏 一定和我一样 喜欢这些坏坏的东西 等她看见这些礼物 开心起来 我在在她最开心的时候 杀了她 那才是绝杀 于是我躲在暗处 偷偷观察她 看见时的反应 又是一声惊喜的尖叫 贯穿了整个地下车库 下一秒 我听见她的嘶吼 谁他妈敢动老子的车 找死 我歪头眨巴着眼睛 找死 她自己妈 原来她也想死啊 那我杀她 岂不是做了好事 提酷的答案里 是说 让我做个好人的 我肯定地点点头 一定是这样 她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眼镜蛇嗖地窜了出来 直接一口咬在了她的胸前 不到两秒的时间 她就高兴地睡着了 一边路过的其他车主 急忙打了个电话 估计是想叫人 一起欣赏花壁男的新宠物 我有开心的事情 也喜欢和别人分享 救护车来的时候 她醒了一瞬 看见车里的蜥蜴 立马又口吐白沫 晕了过去 我不禁想 自己是不是太宠她了 一次给她这么多惊喜 会不会交纵了她 被抬上车时 好像隐隐能看见 城隍的恶心液体 从担架上低落 我站出来 朝她用力地挥手 可她好像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用手指着我 我坐着 不用谢 的口型 看来她很喜欢我的礼物 可她出院后 却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 说什么也不出门了 我在对面等了好久 也没等到她房门打开 但没人陪我玩 我又无聊 只能把之前拍的她带情人回家 骚扰邻居寡妇的照片 贴在小区门口 但保安撵着我追了好久 我差点准备杀了她的时候 花碧楠的老婆出现了 我憨笑着摸头 她递给我一根煮好的玉米 说让我当早点吃 我一高兴 那保安老头就走了 我只能记下她的样子 等花碧楠和老太婆死了再找她 那些照片里有小区许多已婚的女性 他们的老公看完照片 踢着菜刀猛踹她家的房门 我的乖乖 原来她有这么多和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我看了看自己的水果刀 肯定地点点头 跟着她果然没错 她带着许多礼品 趁那些男人不在的时候 偷偷敲我的门 我不满地撇嘴 一个耳巴子落在她脸上 我说了 我想杀你妈 你给我拿的是什么 她激动地浑身颤抖 嘴唇发白 精神好像有些崩溃 第三天她报警了 穿着警服的人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门口 把我叫出门盘问了半天 又把我们的邻居叫出来查探 可是得到的结果只有 我看见老太婆抢菜删了她 遇到花碧收保护费砸了她 碰到她老婆被她的狗友飞里 冲上去猛踹那人的第三条腿 怎么问都问不出我哪里有错 我歪头看着他们 一脸善意的笑容 花碧楠彻底崩溃了 胆寒地跪在地上 大哥 大爷 我求你了 你就放过我吧 你想要什么 只要不是 我和我妈的命 我十倍还你 听完我就不高兴了 别的什么东西 我都不想要 她还非给我十个 我一巴掌拍在她的天灵盖上 手震得嗡嗡发麻 警察拦了 没拦住 看了看我的病例 同情的招花碧看了一眼 临走还拍了拍她的肩膀 估计怎么也没想到 以前经常进警局的花碧 现在轮到了她自己报警 夜里 我好像听见了 隔壁女人的乌夜声 像是嘴里塞了什么东西 花碧暴躁地怒骂 都是你个贱人 要不是你 我妈怎么会得罪那个疯子 我怎么会被她缠上 我看你还敢不敢了 还敢不敢了 你叫啊 再叫啊 我竖起耳朵贴在墙上 听不清她们的动静 只有床咯吱咯吱的响声 于是我顺着 相邻的阳台的窗户 爬了过去 挂在了她们卧室的窗外 一张脸 在白赤灯的照射下 愈加惨白 怕她认不出我 我还特意贴紧了玻璃 脸上的油脂 都在上面留了个印记 五官被挤压得有些变形 看她忙活着 没注意到我 我伸手笑着敲了敲玻璃 下一秒 一声尖叫 穿透我的耳膜 直逼天灵盖 她连滚带爬地下了床 她老婆看见我 却流出了眼泪 眼里满是感激 后来一连几天我都没见过她 一家子只有老太婆还会出门 所以我只能 向她表达我的友善 我把她所有的裙子 都从阳台上偷了出来 给她裙子底下缝了条裤子 再扔回去 我都不敢想她看见 这样方便的设计得有多开心 然后自己拍摄的她 朝外卖土口水的视频 划别人车的视频 公交车上 强迫别人让座的视频等等 全部发到了网上 没多久她家门口就挤满了人 有离得近的网友 有小区里车被划了的住户 拿脚猛踹门 让他们赔钱 骂声传遍了整栋楼 连小区都被堵得水泄不通 这里的房价 一晚上的时间 都掉了近十万 可是对面的门 一直没有动静 我想了想 她这么喜欢打人 现在有这么多人 她看见 不得开心思 所以我立马拿起 自己高价购入的电锯 端着开门出去 大家都让让 我来 电锯的嗡鸣声响起 没三秒钟 对面的门就开了 老太婆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花壁大哥 扑通 一声 就给我跪下了 造孽啊 造孽啊 家门不幸啊 老太婆到现在还在怪她儿媳妇 我抠了个大鼻嘎 用力弹到她脸上 她一句话都不敢说 这次连愤怒的眼神都没有了 看见我的的眼神 和看见鬼一样 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电锯上 都吞了口口水 那些声讨的人 见状立马冲了上去 嘶吼着 还钱 赔钱 他们说自己没钱的话 刚到嘴边 看见我笑着 仰起了手里的电锯 又咽了回去 还 赔 我们都赔 一分不少 说完 他们就开始翻箱倒柜的 找自己的银行卡和存折 老太婆从自己的袜子里取出一千的现金 率先递了出去 没人接 我吐了口口水 在自己手上搓了搓 给我 接的时候 她用力拽着 还不想撒手 我眯起眼 笑着目光 看向自己怀里的电锯 她立马松手了 两个人把手里的银行卡散尽后 还没赔完 我们真的没钱了 老太婆几乎要哭出来 但凡有钱 我们十倍 赔你都可以啊 我抬眼看了看他们这个房子 十倍 可以啊 你们这个房子就不错 说完 她脸色 刷 的白了下来 冷汗迅速渗出额头 顺着下巴滑落 下巴哆哆嗦嗦的开口 这是我们的家啊 卖了 就彻底没有住的地方了 嘿嘿 那就缓几天呗 反正等我杀了你们 你们也不用住了 我笑得人畜无害 花壁男的五官都扭曲起来 手用力的几乎掐进自己的血肉 我转头询问大家的意见 他们听完我刚刚的话 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歪歪脑袋 这些人真奇怪 明明刚刚还气势汹汹的要钱 怎么现在不着急了 我说等几天就等几天 钱给了 欠条也写了 房子卖的时间也定了 那些债主散的散走的走 留下看热闹的网友 一见我手里的家伙是 就一溜烟地跑了 临走还不忘 给我拍视频 当场就有人进行直播 我狠狠火了一把 有人扒出 之前他家里的黑料 全是我放出来的 他们管我叫非正常判官 在热搜上挂了好久 甚至有人 在我门口挂紧旗 拉横幅 不过这个时候 我已经住进了 对面花壁男的家里 顺着猫眼看过去的时候 我一脸疑惑 转头就看见他和老太婆 笑得极为狗腿 您看您现在这么火 随便开个直播卖货 都能卖风 何必屈尊住在我们这 我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 人各有志 我说了要杀你们 就一定要杀你们 那 我工具都买好了 说着 我仰起下巴 点了点一旁 摆在地上的电锯 他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停地往后退 我嘿嘿一笑 骗你的 那不是我杀人的工具 他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那口气还没松到底 我出声道 那是我准备给你们分尸的工具 两个人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老太婆摔了个狗吃屎 我笑眯眯道 别这么客气啊 怎么做地上 快起来起来 拿这里就当自己家 他们擦了擦自己额头上不存在的汗 饭好了 吃饭吧 男人的老婆温柔地将菜端上桌 先给我盛了一碗米饭 她温柔起来的样子 和我妈更像了 老太婆哆哆嗦嗦地上桌 准备拿筷子 我一把将电锯插进桌子里 我让你动了吗 她出溜一下 双手抱头蹲在了地上 而媳妇也吓得蹲着不吭声 我急忙过去将她扶起来 别怕别怕 转头朝那个脸色煞白的男人和老太婆道 看我干嘛 加菜啊 还是没人敢动 我直接将筷子摔在桌上 听不懂我说话吗 为什么不吃饭 医生可是说过 不吃饭的小朋友是不乖的 我杀了不乖的人 他还不得夸我 三个人动作极慢地带着一丝试探上桌 吃完放下筷子的时候 我立马扇了他一巴掌 吃完了吗 你就走 他哭丧的脸 拉得老肠 大哥 大爷 我真吃饱了 我吃不下了呀 我扛起桌上的电锯 行 吃不下了 那就准备准备受死吧 不等我把电锯端起来 他直接飞快地拿起筷子 暴风吸入桌上剩余的饭菜 肚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了起来 见他吃完我才满一滴点点头 这就对了 你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吃不起饭 怎么能浪费呢 就算你吃饱了要被我杀 也不能浪费粮食 我刚说完他就捂着肚子 连滚带爬地去了卫生间 耳边立刻传来了呕吐的声音 我不赞同地摇摇头 看着盘子里剩下的米饭 将期许的目光转向老太婆 你 不等我说完 他就懂事地扒着盆开吃 像村里的土狗一样 吃得满脸都是 在我坚持着不浪费的原则下 短短三天 男人和老太婆身上的鸡肉量 都翻了一倍 因为他们吃完 我还催着让他们跑步 光吃不动怎么行呢 家里的卫生也得打扫啊 不光家里 小区的的地 我也顺便都让他们扫了 还拿着家里的 抹布擦外面的墙 绿化带的杂草 也是他们除的 不过 我只给他们了一把水果刀 花碧南没有工具 只能自己用手拔 一天下来 手上鲜血淋漓 全是木渣 一旦停下来 我就拿针扎他的屁股 看见路边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我强迫症都犯了 想起老太婆之前 那么喜欢这种车子 立马让他一个一个摆放整齐 再用擦过墙的抹布 把他们擦得正亮 路过的邻居 都诧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不敢相信 在我大饭量的喂养 和巨大的运动量下 他们身上长出了坚实的肌肉 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点了点头 今年全国最佳 健美教练 美舞 我是不认可的 这样的强度持续到第三天 他们之前订好了卖房子的日子 两个人一起床就重新倒了下去 口吐白沫 神志不清 空气里似乎有一股清新的气味 他们嘴里啊巴巴地说着什么东西 盈盈好像重复这四个字 跟你拼了 听完我就来劲了 急忙凑劲了 趴在他耳边 你要跟我拼了 太好了 你都不知道 我等这天多久了 这么激动着 我眼前忽然一阵眩晕 意识模糊起来 眼看着自己的手刚刚抬起 就无力地垂下 他们换了我的药 闭眼前最后看见的一幕 就是花壁南猛地从床上做起的画面 在醒来的时候 房子里空无一人 我全身酸痛无比 掀开衣服 才发现自己被暴揍了一顿 脸上贴了张纸条 老子不弄死 你算你命大 你个天杀的神经病 去你妈的 老子不伺候了 我打开他们的衣柜 里面空空如也 他们跑了 很快 门口传来敲门声 我是新的房主 这门锁的钥匙 怎么不对啊 里面有人吗 看着空荡荡人去楼空的房间 一股萧条感油然而生 我没回答 而是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看着地图上一个移动的红点 勾唇嘿嘿一笑 小东西 还想跑 我说今天杀你 就一定不等明天 换我的要有什么用 我早就 在你车上装了定位了 嘀咕往我哼着歌 慢悠悠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开门背着包 在那人惊奇的眼神里离开了